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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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成为大富豪俱乐部的厨师 虽然这个身份给他带来了不少的便利 但一些不明真相路人却已被小羊已投放了日本人 反正谴责他 这让他十分难受 这天小羊在大富豪俱乐部为客人上菜时 被一个人撞了一下 然后便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小羊立马追了过去 跟着他来到一个房间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车夫君也在这个屋子里 后来虽然又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道 顺着通道来到了一个地下室 这里全是日本人研究的生化病毒会炸弹 车夫告诉二人 根据他获得的情报 现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 所以他们便准备拉着上海一起陪葬 车夫希望小羊可以获得两周后的时辰大赛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有人在内部接应 同时他希望小羊可以和小羊出好关系 用小羊的帮忙 转移这些生化武器会特别方便 于是小羊立与小羊一起出来玩 小羊对小羊是好感的 两个人之间先处了十分甜蜜 这一切都被暗恋小羊的龙一看到了 他十分嫉妒 于是比赛那天 他使出浑身解数 做了一道爱然销魂命 准备将小羊彻底击巴 有没有想到的是 小羊与先数直接变出了不同口味的泡面 这个把平尾弹给缠得不掉不掉的 于是小羊轻松的赢得了比赛 成为了石神 之后小羊又将日本人 企图毁灭上台的时候 告诉了小羊 小羊是个善良的女孩 她表示自己绝对会让无辜的临手的伤害 所以她将日军的部署图 拖来给了小羊 众人得到部署图后 便在一起商议如何破坏日本人的阴谋 第二天 和企划那样 小羊在大富豪俱乐部的大厅 制造了混乱 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 然后小羊偷了她父亲的密集钥匙 和她一起将这些生化武器 偷偷的转移出去 就在一切树立即行时 一个军官发现了他们 小羊连忙让小羊先走 自己电后 军官不忍心伤害小羊 这也为小羊争取了不少时间 可不幸的是 军官无意中采取了生化病毒 他自己当场死亡 小羊也感染了病毒 命不久矣 除为之际 他对小羊进行了一番身心告白 并且还要求 捉了龙一放了小羊等人 最后他死进了小羊的怀里 龙一被小羊的死触弄到了 他不仅放过了小羊 还替他挡住了前来追赶的人 由于计划败露 车夫和斧头帮并和日本人展开了搏斗 最后车夫与一群日本人同归于尽 斧头帮当家的也在生命最后一刻 杀了日本最高军官 而小羊坐在炸弹爆炸的前一刻 拆除了炸弹 日本人的计划就此阔面 小羊成功拿回了新书 电影结束 节目的最后 小莫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最喜欢什么口味的方便面呢 好了 这期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关注我吧 小伙伴下期见了 拜拜